春晚有心意 欢笑与感动同在 90后默剧新力量 以精湛演技致敬大师 60后非专业芭蕾舞者 用足间惊艳时光 在春晚影像里重温经典 以换心表达敬意 你精湛你好家伙 他没听说过 我赛大玩的 起叶 晚风晴敷澎湖湾 白浪珠沙滩 没有夜宁最夕阳 只是一天海澜澜 坐在满墙的爱墙上 一遍遍幻想 夜市黄昏的沙滩上 又趁春不睡 那是爱不住着掌握 将我说轻轻 带着伯伯走向迂回 暖暖的澎湖外 一个脚印是像雨衣穿下梦许多时光 直到夜色吞没 我俩在回家的屋上 澎湖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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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 澎湖沙滩 海岸仙人家 还有一位老船长 澎湖�� 澎湖外 澎湖 澎湖 外拨住着掌 将我手轻轻挖 踩着坡坡走向迂回暖暖的澎湖啊 一个脚用时笑意一穿笑没许多时光 直到夜色吞没我俩才回家的梦想 恒乎不爱 恒乎不爱 万化的恒乎不爱 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 远方 烧滩 海浪 仙人杖 还有一位老船长 还有一位老船长 有请主持人 任鲁玉 以及新艺团成员 张凯丽 黄胜一 李丁 高小潘 金飞 陈希 余莎莎 梅清源 我要上春晚 春晚有新艺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您正在关注的是与经典相约 用唤心表达无限敬意的全新遗迹 春晚有新艺 2021 我要上春晚 我是任鲁玉 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春晚新艺团 大家好 我们是 眉开眼笑 沙丁渔队 我们是 圣圣地潮队 我觉得通过这几期的表现 我觉得我们这一队是越战越勇 每次虽然小胜那么一丢丢 但是我们这个团队并没有骄傲 决定今天来一次大胜 你听了之后心不虚吗 里边 我不是心虚一期两期了 我跟你说 沙沙又要发了 你终于说实话了 你来这节目就是认清自己 你的技术到我才会越走越远了 咱们换一下 我们能不能换一下 不 换不了 我作为队长 我希望呢 我们一定要团结 不要老怼队长 内讧 对 不要内讧 尤其要尊重队长 就是你看我今天穿的 就一个小老头似的 好 咱不争了 好 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看你们两个团队 谁能答出来 好 听好了 刚才开场的时候 给大家带来的一首非常好听的 叫《外婆的澎湖湾》 这首歌 我知道 我知道 您问啥我都知道 你知道我问啥吗 我不知道您问啥 但是您 问啥我都知道 这个节目是我们推荐的 我们带来的 行 听好了 这首歌呢 曾经两次登上过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 请问哪两次 来吧 我跟你说 你真不知道 所以你就别扒扒了 你听我说 快 但是还让凯莉姐说吧 我刚 我跟你说丁大牙 我刚才 你还那会儿太小 我刚才 我刚才说团结都白说 我问啥他都不他都不知道 你就知道答案 让他说 说不出来的 我再捶你快点 快 不是说 说 哪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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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呢 您捶我吧 你捶吧 你捶吧 快 快 您问啥我都知道 你知道我问啥吗 我不知道您问啥 但是您问啥我都知道 这个节目是我们推荐的 我们带来的 行 我说 让凯莉姐知道 你看老师嘛 因为我那个年龄嘛 他们太小了 1984年 张明敏唱的 《外婆的澎湖丸》 没错 她同时还唱了 《我的中国心》 然后1989年 潘安邦也演唱过 《外婆的澎湖丸》 当时她穿了一身红色的西装 戴着黑色的领帽 老帅了 晚风轻河 王湖丸 白浪珠沙海 没有夜灵吹夕阳 只是一片海蓝蓝 看到了吗 李冰 姜还是老的辣 对 你要不主动让弦吧 谁说人家是老姜了 来吧 队长 坏一声 你穿得像个老姜 我穿 你就损我男儿了呢 你就 这刚才这是小事牛刀 那接下来咱们就真的比拼一下了 好 我问的都是跟春晚有关的一些题 好 可以 电视机前的网端的朋友们 也可以参与一下我们的互动 看看您还记得这些经典背后的信息吗 好不好 第一道题 请听好 第一题 冯公老师经常说的台词是 我想死你们了 好 没有难倒你们 亲人们的 亲人们的 我想死你们了我 亲爱的朋友们 想死你们了 而且冯公老师他那个说是有动作的 你模仿一下从出场开始 哎呀 亲爱的朋友们 我 吓死你们了 冯先生他非常知道 从观众洗礼出来 拉近观众的距离 哎 刚才李丁学的很像 神似神似 谢谢小潘老师 第二题听好了啊 陈佩思和朱世茂老师在小品 胡椒面当中吃的是什么 吃的是什么 馄饨 馄饨 尤尽看人家异口同声这边 鸭血无声 吃没吃过面条 吃过 馄饨 人家说的是胡椒面 同志 请来二两馄饨 好 再听下一题啊 赵丽荣老师和龚瀚林老师的小品功夫令当中 台词 战似一颗松的下一句是什么 咋的了 你往这一站就不像个练鼓的 嘿 大伙瞧瞧怎么不像啊 我这是战似一颗松 战似一颗松的下一句是什么 我看你上根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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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给一次机会 你长得像根松 看你上根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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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看我看我 看我看我 我这是战似一颗松 看你上根松 好 再听下一题 武术节目是哪一年第一次登上春晚舞台的 83年 83年 是来州舞校 当时登上舞台的所有的武术运动员都有谁 特别多 好多三个字的 好有知识寒良那种名字 听好了 有葛春艳老师 郝志华老师 王杰老师 李霞老师 都参与了表演 第一节春晚就有了 好了 小小的预热到此结束 不知道电视机前呢 还有网端的朋友 是不是也从这些信息当中 又回到了昨天呢 那好 咱们回到圆桌区 开始今天的春晚有心意 好 我们来了 大家特约播出 红花狼中国节酱香典范 红花狼公祝全国人民 新春快乐 打开抖音APP搜索春晚 看那些春晚高光时刻 本节目由互动合作伙伴 抖音APP独家支持 在抖音发现更多精彩内容 刚才呢我们在台上互动的时候就说到 1983年第一届春晚的时候 就有了武术节目 接下来我们第一个推荐的 小潘听说你带来了一个武术节目 这回把我的同门师兄弟都请来了 那能看吗 那必须的 来开台来了 你的同门师兄弟能看 这回真正的身怀绝技 没错 而且是刀枪剑戟 斧月钩刹鞭剑 扁刹坦坤硕棒 什么叫带尖带刺 带鹅梅汁的 扔得出去来得回来的 这些我都不练 都让我师兄弟们练 他练嘴功夫 但是陈希 金枪四猴你是不是也刺破 不不不不不 还是看你师兄弟的吧 这样吧 我们这个节目咱也不买关子 我提一个特别重要的点 大家说一下好不好 就这个团队 就是他们所谓 他所谓的师兄弟们 五次登上春晚的舞台 我知道是谁 他是莱州中华五校的孩子们 没错 红花郎中国节 江湘典伴 红花郎至敬春晚经典 他们好几次登上春晚 无数次的被他们感动 他们表现出来的是真正的 中国少年的精气神 好 那咱们就把舞台交给 莱州中华五校 好 漂亮 啊 啊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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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你看定了 定了 太棒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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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最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来座中华舞校 这几个小孩怎么有长得一样的 这五高胎不会吧 这三个 对 那三个也要 两对双胞胎 两对双胞胎 这俩是一对 对对对 这俩是一对是吧 对 我以为那三个是三胞胎 你们俩叫什么呀 宋正 我叫宋正好 我叫宋冠好 宋正好宋冠好 谁是哥哥 我是哥哥 你是弟弟 哥哥比他大多少 都一样的 都一样的 你福气吗 你福气吗 福气 福气 不是特别福气 我再问问这对 你们叫什么 我叫拼拼 我叫胖胖 拼拼胖胖 拼拼胖胖 这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张子洋 我叫张子洋 张子洋 他们都是一对 对的双胞胎 你的那对呢 你的那个弟弟 或者哥哥呢 我的哥哥在家上学 你也有哥哥的是不是 你现在学舞之后 你哥哥是不是特别怕你 你身上是有功夫的 对不对 他不敢打我 他不敢打你了 他不敢打我 那接下来咱们现场学习起来 好呀 好不好 好呀 想学的上来 快 都还有谁 小潘 小潘来来来 圣依也想学呀 来来来来 来 我们请这小妹妹给大家表演一下 哎呦 这是普通的扇子吗 怎么会这么响啊 哇 有劲儿 哇哇哇 那您觉得谁练合适 我们能演那头发 这 哎 我觉得莎莎来吧 啊 莎莎 你就是来自山东的 这我容易打脸 不是 你声音大就可以了 啊 来 我来 我来试试 你能请 漂亮 可以可以可以 生音可以 好 来 莎莎 你来完整的来一遍 我就不来了 但是呢 我觉得刚刚生音姐姐她 双膳在手的时候呢 有那种女侠的风范 那您呢 我一会儿再说 这个习武呢 可以强身健体 没错 我们吃饭要用好油 也能强身健体 对身体好 所以呢 我们好饭配好油 卤花高油酸 卤花生油 吃起来 它就更健康 好 哦 莎莎真的是 练了一嘴的好功夫啊 啊 王教练 我们的那个扇子弓 又到这儿 接下来您看 谁合适在练什么 练一下双手剑 好 双手剑 超级帅 李丁你行吗 呃 我呢 就是一个普普通通 穿黄衣服的 哈哈哈哈 来来来 你试试啊 但是你要注意表情管理啊 把牙收好了 哈哈哈哈 在它滚不住 开始 哎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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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点公二大爷的意思了 这有点公二大爷的意思了 哈哈哈哈 转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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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速 好不好 没问题 但万一你们要是没有皮 还给我播出了 是不是显得我特别的幼稚 我们会这段也播出的 好 谢谢李丁 谢谢 小潘还没练呢 首先来说 我为什么一直没有说话 因为长剑 它来自于堂刀的舞法 撩和刺 很少有批的动作 那么刚才小朋友 打的是咏春 咏春的是男拳 我们大伙都知道 我们战马字 就是这个一字步 都是这样 但是男拳是那八字 也叫女人拳 战庄 所以说 我就可以跟你们来一下 咏春 包括刚才五湖四海 这是四海 这是五湖 有个贤年 贤年 伸手不凡呀 娃娃们给大家表演一下 好 啊 可爱 接下来有请你们的师弟 高小潘登场 来吧 五湖四海了 快来吧 来 五湖四海了 上场了 准备 小朋友 给我点镜头 给师哥一碗饭 给师哥一碗饭 他轻蔑地看了你一眼 不要抢我的镜头 看什么呢 这是 放下 站得有点远 站得有点远 来 把点累啊 来 哎呦 哎呦 手舌了吗 然后 对 这就需要步法了 各位啊 看着啊 这个是按 一般在实战当中是按手 进攻 你给你想 真心想鼓出来你 我没想鼓 我实在是没有勇气 把这个两个手放在一起 你知道吗 下一个 然后 然后再对着焦变 这就是最经典的动作 我们都看过永春运 叶问 来 孩子 然后再回来 小盘 其实你光说 不做动作挺唬人的 小盘 你确定你都能记得住吗 试试 来 兄弟 兄弟 师哥 就到这儿了 师哥 给弟弟留口饭吃 哥哥在此表现一下 准备 啊 你别别别别再说 莎儿 修哥实在差不下去了 哈哈哈哈 这个又没发生过 但是真挺唬人的 实在看不下去了 采访一下小朋友 他做的对不对 对不对 大气八糟的吧 大气八糟了 又打滚了 师父哭了 对 你把我们的慕人庄打坏了 好 现在我们请老师做一下点评 老师 刚才你看了他的表演之后 你觉得怎么样 那十八糟 你觉得他能培养出来吗 不 有 那咱们来周中华五校能收留他吗 师哥 不能收留了 这个中华们就是一家人的 你不能不叫我呀 师哥 谢谢 谢谢 2022年我们要迎来虎年了 好像我们的小朋友们 还给大家准备了一套虎拳 美好的祝福送给大家 对不对 祝福大家 鼓鼓声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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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声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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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派健康游 欢迎收看 由中国民族品牌的 骄子鲁花 独家冠名播出的 春晚有新意 2021我要上春晚 红花战棒国色迎春 春晚有新意 由酱香典范红花狼 独家特约播出 红花狼中国节酱香典范红花狼 恭祝全国人民 新春快乐 打开抖音APP搜索春晚 重温那些年的欢乐时光 本节目由互动合作伙伴 抖音APP独家支持 在抖音发现更多精彩内容 继续我们的春晚有新意 接下来呢 我们团队 让我们团队来吧 我不同意 为什么呀 凭什么呀 我们接下来带来的节目 真的是经典中的经典 对 不容错过是吧 对 而且呢 说实话在春晚的舞台上 还很少出现这种形式 我们这也很经典 让我们来行吗 那我们等一会再错过吧 您介绍 不是 好吧 谢谢 我再提示一下 就是在第一届春晚上的节目 83年 而且是一个原类节目 但是没有语言 没有语言 没有语言 我知道 凯莉老师知道 对 那么早你们怎么知道呢 巧了 对 王锦瑜老师表演的吃鸡 对 而且他还是当时春晚的主持人 当年 对 没错 没错 红花廊中国节 酱香典范 红花廊至敬春晚经典 对 对 对 这样的艺术家很了不起 那咱们今天的换星时刻 是不是来了一个末剧的非常棒的演员呢 非常棒的演员 非常优秀 而且他跟我们哥俩特熟 张双剑 张双剑 张双剑我知道 你又知道 我知道 双剑他其实出生在一个魔术家庭 是吧 对 然后但是他因为一些机缘巧合爱上了末剧 你这么一说倒是给我们带来一些悬念 他接下来的换星时刻 没准就会有一点点魔幻色彩在这里面 我们一起期待张双剑带来的换星时刻 每当夜幕降临 博物馆开始显现出一丝神秘的气氛 博物馆中间摆放着1983年春晚上一个最特殊的宝物 它就是当年王锦鱼吃剩的鸡 曾经有无数勇士想来挑战吃鸡 今天会是谁呢 是你 是你吗 是你吗 真的不是你 真不是我 那你走吧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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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笑了 就是你 张双剑 准备好冒险了吗 险了吗 了吗 了吗 吗 既然你自愿成为勇者 那么前面有块红布 里面有八个道具箱子 选一个吧 啊 选这个了是吧 不是 就一个呀 你演的是墨剧 不能说话 那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嗯 很好 戴上它 它会帮助你成功吃鸡 你着什么急 我还没解锁呢 走啊 这么像 好棒啊 走啊 哎呀 哎呀 太逼真了 哇 哇 哇 走你 哎哎哎 哎呀 打开这扇门 就离成功进了一步 啊 啊 好绝啊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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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没想到这里的景色和外面不一样吧 这里满目缤纷 芬芳富裕 郁郁冲冲 从不下雨 骗你有怎样 不过就算下雨 也是微风细雨 天啊 张书记 雨太大了 快跑吧 中空室都快满了 恭喜你年轻人 你终于来到了宝物的面前 就这个 喝了它 你会力量倍增 增砖加瓦 瓦瓦有劲 增砖加瓦 还有 喔 这就是1983年剩的半只鸡 脚藏了38年 很有嚼劲 属于你了 赶快吃 假装有 diam 騙 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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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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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話嬌 你要 哈哈 哈哈 cl 别生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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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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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 啊 哈 嘿 嗯 identical イarr he 呱 好好 啊 那 啊 啊 好棒啊 这鸡是真不能吃 好厉害啊 非常惊讶 整个看下来 我真的 我今天一直张着嘴看完的 无论是从编排 还是从你表演 然后到后来魔术的 这些衔接和创意 还有所有的这些运用 都太棒了 谢谢 谢谢 其实咱们是说 想致敬景余老师的吃鸡 因为我知道 就景余老师那个吃鸡 尤其是墨剧这样的表演 它更多的素材 也都是要来源于生活 就像我们相声一样 特别值得我们学习 景余老师那个吃鸡 是说他生活当中 吃的那个罐闷鸡 结果没有煮烂 没有弄烂 结果吃的时候 特别大费周章 然后作为素材 那其实我觉得双剑 他的这段表演 中间那些生活的素材更多 才能让他们有共鸣 我觉得如果这个节目 放到现在来演 那这只鸡就可以用 卤花花生油做 那么它就会更好吃 健康油 你就买卤花 我知道好像表演系 大学一年级的时候 就会有无食物表演的训练 对 其实这个对演员来说 是挺难的 因为你要相信眼前全都有 我真的觉得很厉害 就是你无食物在吃鸡 他有很多像这些重力啊 弹力啊那些表演 包括你放到嘴里吃 用舌头表现出那些食物 那个我觉得已经超越 无食物的表演了 是一种就是真实那种反重力的 这种结合在一起 就是很难 我觉得你很棒 总之 黄生衣就是特别特别的欣赏 我特别想学 来来来 生衣 来来来来 莎莎你也来试试 两个女将 我们学个简单一点的嘛 就是一个空气墙嘛 空气墙就是前面是一个墙 对 然后呢 我们注意的就是把手放上去 放上的同时呢 要迅速展开 好 然后我们交叉 对对对对没错 有点像 可以可以 可以是吧 可以可以 然后我们要现在做一个脸部的动作 跟它配合 我们把嘴亲上去 然后我们的嘴注意啊 要左右移动 这个场面很滑稽的哈 对 这个动作是要学 轻上去 左右 左右 对吗 对 但是我们头要移动啊 声音也得可以 声音也得行 有点感觉了 莎莎可以 莎莎那个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春晚有新意 接下来小潘团队为大家带来 什么样的新意呢 我们这个作品是我们生活当中 经常说的一句口头禅 您吃了吗 您吃了吗 这只是北京 但是这句口头禅 全国人民都会说 对 而且会很感动 而且是确实是一个问句 没错 上过春晚的舞台 而且会联想很多 家人啊 亲人啊 逝去的 来到的 就是浮想联翩 给你一个小动作提示 表 我知道了 时间都去哪了 对了 啊 啊 时间都轻而了 还没好好感受 年轻就老了 生儿到你一辈子 满脑子都是孩子 哭了笑了 时间都轻而了 我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有请2014年春晚上 为大家演绎 时间都去哪了的 王正亮登场 观众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王正亮 正亮是在2014年的春晚上 对 演唱的这首歌 唱哭了很多人 你自己做了父亲之后 再唱这首歌的时候 我觉得感触应该完全不同了吧 特别不一样 特别是16年的时候 然后有了宝宝 然后真正的从内心体会到了 歌里面上有老下有小的感觉 然后会觉得时光流逝的 真的特别特别的快 今天的唤星时刻 然后我邀请到了一个 一群特殊的搭档们 然后我们一起来讲述 一个关于时光流逝的故事 我们一起期待 来 掌声送给王正亮和他的搭档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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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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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千里有人准重了好多花 鲜进了满头白发 忍中的小脚納 放晴中的小脚鸭 撅嘟嘟 bubbles 你笑嘴巴 提升吧 爱交给他 只为那一生罢了 时间都去哪儿了 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 生了养女一辈子 烦恼子都是孩子 哭了笑了 时间都去哪儿了 还没好好看看你 眼睛就花了 拆你永远 但这一次转眼就只剩下 满脸的皱纹了 刺一种的小脚丫 柔嘟嘟的手嘴巴 一生罢了 爱交给他 只为那一生罢了 时间都去哪儿了 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 生了养女一辈子 生了养女一辈子 满脑子都是孩子 哭了笑了 时间都去哪儿了 还没好好看看你 眼睛就花了 拆你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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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辈子 拆你永远 半辈子 转眼就只剩下 满脸的皱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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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辈子 赶紧了 一辈子 半辈子 满脸的皱纹了 好生了 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 满脸的皱纹 带来的特别的搭档团队 对 我觉得要特别的谢谢 我们芭蕾舞团的这些阿姨们 真的是谢谢你们 谢谢 刚才从阿姨的表演上 其实我就看到了 我的妈妈一样的 因为第一 我妈妈的年龄 然后跟阿姨她们比较接近 然后呢 我妈妈以前也是一个 就是热爱跳舞的一个 从女孩开始 然后跟妈妈们一样的 然后变成了妻子 然后母亲 然后有姥姥 然后奶奶们 然后但是她们在现在的 今天的演出上面 我看到了 她们还是这么的充满活力 然后这么的热爱舞蹈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 这首歌呢 真的特别特别的打动我 这首歌写的呢 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一代人 年轻的时候呢 我们要上班 挣钱 要工作 到了中年的时候 我们要生儿育女 照顾家庭 等快到老了 五十多岁六十多岁的时候 就要退休了 退休以后呢 很多人回家就买菜 做饭 带孙子 还真的没怎么 好好享受年轻 就老了 就像我老了 就这样了 所以呢 我觉得现在 我们就是 抓紧一切时间和机会 去圆我们自己 年轻时候的梦想 是是是 刚才说了嘛 我妈妈以前是学习舞蹈的 但是她到现在 这个年龄的时候啊 她现在还在从事 幼儿的舞蹈的教育 有时候我想的 她年纪这么大了 就是可能 她会不会闪着腰啊 但是每次看到她去 再给那些孩子们 给他们 教授舞蹈的时候 然后她那种 特别幸福的感觉 我就觉得这个应该是我 继续应该支持她 去做的事情 这个就是把时间又还给了他们 哎 آپ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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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阿姨们 你看他们的身材 都特别特别的好 天鹅颈 颈部 天鹅颈 对对对 咱们要不要来一个四个小天鹅 跟老师学一下 来吧 来 小梅来吧 来吧 走 小梅 走走走 听好了 老师上课了 来 看一下 左手在下面 右手在上面 两只手分开 对 左手在下面 右手在上面 分开 左手在下面 这四个人左右不分 对 就真的有点懵 对了 这拉吗 那我这手呢 哦 这么拉呀 李丁的脚 站得挺帅的 李丁 你已经进入角色了 你脚已经很好 是 我还是有点芭蕾的底子的 你是一个芭蕾底子 我们做一个示范 咱们就一个简单的动作 天鹅的出场的一个动作 好吧 好 来 我们来一个啊 看脚 一定看脚 脚 哇 这个照 注意老师的脖子 眼神 太好看了 哇 真美 哇 好美啊 这边 脚要在节奏上 怎么过来了这只脚 先摆哪只脚啊 先摆哪只脚啊 就摆右脚了 右脚 左 右 左 右 左 右 左 到那边呢 然后大跳 然后一个大跳 那大跳去哪了 你还要大跳呢 我都担心你的裤子扯了 咱就别跳了好吗 咱就找不到 我觉得我们现在四个人 应该是属于各自学会了 然后可能配合到一起 各自学会了各自的版本 你们四位呢就是天鹅了 天鹅的状态要有 那万一摄阳老师给了一个特写 没拍形体拍了你们的脸呢 脖子尽量往上 往上往上提 天鹅的视线从下 从下往上看 一二三四五六七 准备了啊 哎呀我是顾头顾不了脚了 在美丽的北京的北海上 生活着四只可爱的 野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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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特别可爱的黑天鹅 黑天鹅 他们的妈妈 带着他们 在湖面上尽情的奔跑着 他们的好兄弟 眼睛有点近视了 来了他们开始在湖面上跳起来了 我怎么感觉有点群魔乱舞的感觉 这边 这边 不错 不错 很不容易了 特别好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 每一个换心时刻都有新意 接下来高小潘团队春晚有新意 新意是什么 换一个艺术形式吧 换一个对 换一个魔术吧 来一个对了 对 各别亮亮 各种形式都有 就是我们春晚的老朋友 傅彦东老师 对 对 傅老师 今天我们推荐的是 菲彦东老师 带着自己的徒弟来的 是从清朝传到现在的 叫传承 清朝 那应该就是古彩戏法吧 是的 特别好看 好 来 我们一起期待换心时刻 好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听鼓声 看魔术 小费 是 都 在 操作 小ache 都 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怎么做到的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怎么做到的 这是怎么做到的 谢谢阎东 谢谢压亮 还有你的师弟师妹 刚才这个作品特别考验演员的实力 因为我们相声里的口就是从魔术那儿学的 大家都知道障眼法 其实语言也是一种障眼法 它去引导你干别的 但是他这个时候手里的活已经干完了 这个特别考验演员的功力 说明明师出高土 刚才他一直在跟我们聊 包括傅彦东一直通过鼓的声音 代替了我们过去的语言 你看我在说着 我在有动静 70岁的魔术的手法 已经开始变化了 说明傅老师的功力了得 相当舍 相当舍好 真的是真的 谢谢 过奖 过奖 谢谢 刚才你一表演完 台下嘻嘻说啥都在商量着 这人到底怎么回事 看魔术每次我都吓死了 真的 我就是想不明白 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因为我们眼睁睁地看着 你们没有时间去换 而且那个胶带是把人都绑上的 你怎么做到的呢 然后那个鼓你一直在敲着 什么时候换的衣服 怎么人就到那去了 凯雷老师其实再往下想深一点 可能就快触摸到了 怎么想 这就是门子不能告诉你 不能问了 每一个魔术都是魔术师团队 花了大量心血去研发的 这个魔术确实是古代流传下来的 之前也是我是演他这个角色 我爸爸演我那个角色 一代又一代 今天既然严冬老师 带着雅亮来到我们的现场 给我们带来精彩表演之后 能不能也在现场教学一个小魔术呢 好 可以 没问题 今天我还给各位嘉宾老师准备了 一样的道具 好 那我们跟着现场 雅亮学一下小魔术好不好 哎呀 这个魔术呢 它非常的简单 用到呢四样东西 两条不同颜色的丝巾 还有一个空的杯子 一条橡皮筋 好 一会儿呢 请各位嘉宾老师跟我一起学啊 这里呢有一个空的杯子 看一眼底部啊 还有杯壁啊都没有任何问题 好 现在呢 用一条蓝色的丝巾 把它放到这个空的玻璃杯里 给它完全塞进去 塞好了吗 好了 好 再用这条红色的丝巾 像这样摆它盖上 然后 用一个橡皮筋 摆它 拴死 在这种情况下 蓝色的丝巾是不可能跑出来的 对吗 嗯 对 请大家跟我一起学啊 打一个响指 然后在上面呢 是一些神奇的魔法 你会发现呢 蓝色的丝巾呢 像这样 轻易的 就跑出来了 这怎么办 见人 你跑啊 没有人们死的 他没跑出来呀 凯莉姐特别可爱 你跑完 你怎么出来的 快点 噹噹噹噸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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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噹啊 其实呢 之前都没有任何问题 塞一条丝巾 好 重点是在 在我盖的一瞬间呢 我把这被子呢 像这样 给它倒过来盖上 哎 怎么倒了就出现 然后把皮筋 是在盖上的时候 对 把皮筋拴上 蓝色的丝巾呢 就轻易地出来了 最关键的时候是在这儿 然后拿出来的时候呢 还得给它转过来 对吧 要不拿出来的时候 别人一看就是背底朝上 学会了吗 学会了 谢谢严东还有雅亮 现场教学 也希望严东老师 带着自己的徒弟们 能够把中国传统的 还有一些甚至是 从古流传下来的一些戏法 能够再带到舞台上 让大家感受 我们传统王花的魅力 好的 谢谢 好 谢谢严东 谢谢雅亮 谢谢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青春派健康油 欢迎收看 由中国民族品牌的 胶子鲁花独家冠名播出的 春晚有新意 2021我要上春晚 春晚有新意 由酱香典范 红花狼独家特约播出 红花狼邀您 共度传统佳节 欢聚幸福时刻 关注狼酒股份公众号 参与红花狼中国节 年度主题活动 极有机会迎娶精美好礼 好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我们的春晚有新意 2021我要上春晚 李丁 咱们杀兵鱼团队 该出手了 我早就想出手了 别一晚上了 对 怎么小潘那边 推荐那么多 怎么没了 就是 接下来登场的这个确实 他属于正撞在我的枪口上了 因为他正好在北京出差 我就啥推荐不推荐的 我说您一定得来救个场 因为小潘那边太狂了 他说亲爱没有问题 他不是这个口音 因为我得隐藏他的口音 他曾经在2015年登上的春晚 表演的节目名字叫做 《这不是我的相声》 一段相声 零点之后 但是反响非常非常的好 因为他有他自己的表演风格 他来自陕西苗富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忙活了一年了 对了 马上就要过节了 总算是这个心里 有点这么舒坦的感觉了 算是踏实下来了 踏实下来了 逮着空 把我这爱好的捡起来了 您有点什么爱好呢 我平时就好看点书 爱读书这是好习惯的 爱看书嘛 那您喜欢看点什么类型的书呢 什么类型啊 我爱看武书 这个武书啊 明老师 您喜欢看什么 我看武书啊 什么叫武书啊 武打书 劈里啪啦 武打书 你瞧您这模样 那叫武打书啊 您得说武侠书 就这意思吧 武侠书看着过瘾啊 喜欢看 你看人写的那个 飞雪连天射白鹿 笑书神侠 伊碧渊 还有这个乐女剑 说的还挺文清 哎呦这看着过瘾啊 我就想啊 今年不是闲一点吗 没事 我重拾我这梦想 您要干嘛 我习武去 跳舞 什么跳舞 那您要干嘛 习武 没到哪岁数 我跳舞 您这身子板 您习武 我练武 我练完舞 行侠让翼 仗剑天涯 有这个理想 扫除邪恶 哎呦好不容易啊 咱找个门派吧 您 这样 我给您出主意 有道是天下武功出少林 上少林寺去 我去我媳妇不让 你知道吗 到家了还有媳妇吗 我不去 那去哪合适呢 去别的地方干嘛 咱西安不就有嘛 西安有什么 有打咱们西安 往东走一点 华山呢 华山派 华山 对了 西越 没错 你往东走干嘛 我 你呀 你这儿 你回家呀 把这个全国地图 跟闪一场地图 你分开贴 什么意思 你就能看明白 全国地图那属西越呀 你要是割西安说 就得往东走 往东走 甭管了 甭管了 我还真去了 真去了 我还真去了 不瞒你真去了 买张高底票 呲啦就过去了 那这速度够快的 擦坑先 我就到这个华山脚下 说话就到 华山脚下 冲着这山门 我是默默祷告 那得说 愿弟子此去 德语名师 别让查票子逮着 逃票啊 不是逃票 不是逃票 各位 这你不太明白 人家那些高人 没有在这旅游线路上 这倒是没有 旅游先生都是卖这矿泉水 这个茶鸡子 都是卖这个的 什么烂气吧 还茶鸡子 您说茶鸡蛋不完了吗 真正的高人 就是那悬崖后 山洞里 大树下草丛中 这是隐士的高人 那地方耗子还多呢 什么叫耗子 你找的地方都是鸡脚嘎 我打那后山 我喷爬就上去了 这说话就走 骑险低风 逮着洞我就看 逮着那悬崖后子 我就找 大树上草丛里 这大虾去哪 明老师 这大虾 这大虾搬了 什么搬了 您跟我说 您别这么找 您这么找容易迷路了 你看 你看 都是你方的 我说我那天迷路了 都是你方的 真迷路了 迷路老都山 整个我什么都看不见 就看这上面一月亮 说实实那实快 脚下一踩空 咔嚓 这是 我掉下去了 您掉底下去了 掉什么底下去了 我祖上有得 这会怎么说的 没彻底下去 挂树上了 挂半截了 挂树上了 多悬呢 这树也好 是牙柏 我抱得死死的 抱住了 这怎么办 我赶紧打电话吧 得亏有信头 信号全覆盖 打电话 喂120啊 不 我跟你说 不不不不 我这脸痴着了 你先等 什么脸痴 您这会打120来不及 打119啊 叫消防官兵过来呀 不先看病啊 没听说过 先给您弄出去呀 119 119 你快来救我吧 我这有特点 什么特点 我背后是山 我前面是山 我边好像还是山 右边肯定也是山 这不没说吗 你还有一坑 对 上面有个月亮 我给您发定位 我给您发定位 发定位啊 一会儿把这定位 给人发过去 我这心呢 就放下一半了 踏实了 踏实多了 天上飞地是神魔 鸟儿海时云朵 这心够大 这会儿还唱 这牙摆不错 就是没盘好 这玩意儿 得拿人游位 行了 行了 您这脸啊 就是那牙摆给弄的 什么牙摆 您盘它干嘛呀 不多会儿 就看手电光啊 四射 这就来人了 吴声啊 就喊呐 喊呐 我在这儿呢 我在这儿呢 不一会儿 人架那保险绳 就上来了 把我连拉带拽地 弄上去 您说您给人 添夺的麻烦 感恩戴德呀 是的 到山底下 人家给我吃 给我喝 还给我唱歌 不 给我送上车 好 这还有送口溜呢 这不行了 这不行了 华山派太危险 是 绝对不学这个了 我去哪儿 我去空洞 光明顶也行 别去 别去 你这模样上不去 你这儿呢 行您听我说一句 行呀 您不要找大侠吗 您找大侠 您不必这儿跑 那儿跑 您身边就有大侠 你啊 我给你上个香吧 你还大侠 那用不着 不是我 你塞里丁啊 你好家伙 没听说过 我塞那儿玩 我跟您再不说得了 这个大侠 指的不是某一个人 那指的是 指的是咱们这个时代的一种精神 远了不说了 把您从华山上弄下来的那些消防官兵 救死扶伤的医生大夫 尽义勇为的英雄 就包括整天穿梭在咱们城市里的快递小哥 环卫工人 出租司机 他们都是咱们这个时代的大侠 照你那么一说 我也不用练什么舞了 明白了吧 我去做志愿 对了 做公益 是这意思 也是一种侠义精神 没错 甭说了 说做咱就做 就得有这种精神 先别急 怎么 我得先去趟华山 还干嘛去 我把门票钱给人补了呀 又想起来了 谢谢谢谢 这段寻侠记 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不招四六的人 在这鼓道来鼓道去 前面的时候我觉得好轻松 但是到后面 立意一下就扒上来了 我觉得这真的是我应该学习的点 每年我们会做很多的这个作品创作 我就说现在我们应该去多写一些 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东西 但是我们的这个桥梁怎么做 怎么用我们熟知的东西 去架起的这个东西 很多平凡的人 我觉得都是正能量的一种体现 我们希望能够唤醒更多的我们朋友们 加入我们这个正能量的队伍 凝聚起更大的正能量 这才是我们这个作品的 应该去抒发的一种东西 其实我们有一位相声前辈 他说了一个词汇 我很喜欢 国之相 民之声 说得好 谢谢 谢谢 谢谢苗富 谢谢凯强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青春派健康油 欢迎收看 由中国民族品牌的 焦子鲁花独家冠名播出的 春晚有心意 2021我要上春晚 春晚有心意 由酱香典范 红花狼独家特约播出 红花狼邀您共度传统佳节 欢聚幸福时刻 关注狼酒股份公众号 参与红花狼中国节年度主题活动 极有机会赢取精美好礼 继续我们的春晚有心意 领丁推荐 我们来推荐吧 我们这个节目太有心意了 因为我们要推荐一个歌曲类的节目 这首歌曲呢 应该说所有的观众朋友 全部都听过 也都会跟着哼唱 因为这是我小的时候 可能有记忆以来 第一批就听过灌耳音的歌曲 它的律动比较怪 所以后来当了音乐DJ之后 我也去查了一些资料 据说是当时 曲作者谷建芬老师 在前一段时间 就因为受到一些 很有律动音乐的感染 所以希望也能创作出 一个类似的歌曲 在1980年的时候 写出了这首歌 叫做《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哦 年轻的朋友们 今天来相会 当起小船儿 暖风轻轻吹 花儿香 鸟儿鸣 春光若明媚 换个小雨 绕着彩云飞 啊 亲爱的朋友们 啊 亲爱的朋友们 亲爱的朋友们 每个的春光属于谁 属于我 属于你 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喜悲 再过二十年 我们重相会 伟大的祖国 还有多过美 天也行 地也行 春光更明媚 城市乡村 处处增光辉 啊亲爱的朋友们 冲造的奇迹又靠谁 要靠我 要靠你 要靠我们八十年代的喜悲 啊亲爱的朋友们 冲造的奇迹又靠谁 要靠我 我要靠你 要靠我们八十年代的喜悲 但愿到那时我们再相会 尽被赞英雄 光荣属于谁 为祖国 为丝花 流过多少汗 回首往事心中可有悔 啊亲爱的朋友们 愿我们此行举起悲 天雄堂 逍遥美 光荣属于八十年代的喜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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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特意留下了两个舞蹈演员 因为他们的服饰太有80年代的感觉了 好看 对 现在也很流行 对 你知道这个裙子的名字吗 布拉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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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布拉基是从那个俄语中来的 我们当年要有这样的裙子就没死了 对 没有这么好的东西 裙子的面料你们知道什么 叫的确凉 的确凉 对我知道 对 穿上就特别的凉快 然后那女孩子再把头发在美发店里 或者自己在家里拿那个 铁筷子 卷一卷 对 没有这样的这么时髦的 稍微有点卷卷的感觉 多容易烫着 大家再看这小伙子 这叫什么 那时候特别流行的 喇叭裤 喇叭裤 再戴上一蛤蟆镜 对 谢谢谢谢我们的两位舞坛的演员 谢谢你们 让我们重回80年代 其实是听这歌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回到儿时的那个年代 因为我父母都听这首歌 然后家里有一个单卡的录音机 那双没有双卡 我们那时候就算家里的奢侈品了 奢侈品 特了吗的了 对 然后我母亲 我父亲那时候老放那歌 尤其是我母亲爱听那首歌老放 然后家里就能想起小时候的场景 一下就回到那个年代 从前了 是的 是的 再想想现在生活 感觉现在生活好幸福啊 真的 真的 真的是 确实是听到这首歌以后 我想到了我父母年轻时候的模样 我觉得好羡慕 我一代人拥有属于他们这个歌曲 我真的是好羡慕 你鼓舞了一代人 真的是鼓舞了一代人 我觉得这首歌什么时候唱都特别的合适 那我建议在最后咱们一起来到舞台上唱想这首歌好不好 把美好的祝福送给大家 把美好的祝福送给大家 年轻朋友们 今天来相会 当起小窗儿 暖风轻轻吹 花儿香 鸟儿鸣 春光惹人醉 黄哥笑一哥给你一杯 在歌声当中我们这一期的春晚有心意 我要上春晚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 让我们用双手去迎接 美好的明天 朋友们再见 大家好 我是相声演员游县超 大家好 我是孟会员 我是相声演员侯震鹏 我是秦孟瑶 我是马凯强 虎年大吉 喜气临 昂首百尾 迎春来 金牛慈碎 福同在 福虎同心 好运来 春节将至 鲁花 高油酸 花生油 与您共赫新春 在此 祝大家吉星高照 金玉满堂 祝大家多福多寿 大吉大利 笑口敞开 抬头见喜 中文章 中文章 中文章